哈喽大家好 我是广市小凤 今天带我弟来看上 我跟我姐养鸭的这个场地 还有养鱼的这个场地 如果合适的话 我们三姐妹一起 合伙把这个场地 放大 老弟 对呀 我都不想去广东打罗斯了 我要跟你们搞这个了 对呀 不是 如果有合适 你可以投资钱 拿来跟我跟大姐两个搞吗 一样的是不是 不行不行 不行 你也要在这里 对呀 等下你们这么辛苦 我投钱不投利不行 那也可以 你觉得怎么样吗 可以呀 要有鱼 要有鸭 要有羊 大姐说你没有份是不是 羊我没有份 羊是她跟她老公的 我跟大姐之前是养猪 养鱼养鸭 现在猪不养了 就养鸭跟养鱼了 这个鱼汤还没开 开的话 大姐说有几万块 鸭这么小 你说这偷工减料 没有喂她 不是 这个鸭子 它分一批一批的 大的那一批 过年已经卖完了 这一批又等到 两个月之后了 两个月之后就可以卖了 那你的鱼 鱼也看不见 鱼大不大 大 还没多卖鱼 又 又等到开春才行 大姐说 你看到没有 而且这个水啊 都是蓝青色的 绿油油的 对绿油油的 刚开始养上后 从天羊无一样 都是有点鸭水到里面而已 对 从天羊的 就有点鸭水吗 没事了 这个鸭水 鸭水这个鱼去了 更肥又大 比外面那个饲料的好多了 跟你说这个鱼 放了几千条 有罗飞鱼鱼鱼鱼鱼鱼 很多的 有没有大头鱼 有大头鱼 反正就是没得开 到时候你想吃鱼的话 你就打电话 然后晒点鱼干给你 你喜欢吃新鲜的 喜欢吃晒干的 新鲜的 我不用打电话了 我知道这里怎么来了 我自己来找 我定了是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这一边 之前有没有来过 我跟大姐的养殖殖病 这个上面一点点 这边没来过 这边没来过是吧 这边后面是总部 对 这边是总部了 那边是分部了 对 你跟大姐投资了多少万 医院投资了8万块钱 投资8万块钱 嗯 回本没有 肯定回来 今年都是第三年了 投资了多少钱 跟大姐 投资了 医院投资了8万 我投资了8万 他投资了8万 怪不得 你有钱在青州买房了 首付的 首付也要钱 肯定要钱 你不要钱谁卖给你 还有鱼没开 如果鱼开的话 今年可以多分几万的 就是鱼没有开 没有开堂 鱼开了是不是 房友了 准备小车搞起来了 想哦 我都说了 有能力 有机会的话 我们三姐弟一起活活 稍微重一点的活 我干不了嘛 今天呢 我弟媳 我弟 还有我表弟都来了啊 我表弟呢 不是来这边 呃 拜年嘛 给我妈 然后呢 也来这边了 我舅妈 我弟没有来 我表弟就来了 因为他是市区的 想来看上我们这边的这个鱼塘啊 还有鸭 到底怎么样的 他从小都没有看过也没有见过 所以说他特别的好奇也来了 我那个弟弟在上面一点 他不下来的 就说这里鸭死太多了嘛 就不给他下来了啊 所以说 今天呢 主要就是带我弟来看一下 嗯 真的啊 如果有能力 有资源 还愿意的话 可以三姐妹一起活活干 呃 一起就是把事业做大做强嘛 是不是 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量嘛 哎 干嘛 这个死了一只鸭 哈 死了一只鸭子啊 哎 完了完了 这个大起司就不见了 我姐夫怎么怎么怎么喂的啊 是不是你没有喂他饿死了 不是啊 我看一下 还不是 真的死了一只鸭 你完蛋了 每次我姐夫来喂这个鸭 都有损失损伤的 都长这么大了 又死了一只在这里 不可能他还不知道我拍个照片 给我那个姐夫看 姐夫你看了没有 你喂了什么鸭 你看了什么鸭 这只鸭都挂在这里了 哎呀 我躺在这里了 我就挂在这里了 对啊 我去那边看一下 还有没有鸭伤了 先放这里 我总一下 看一下有多少只 去那边看一下先 去那边看一下先